印尼全国地方选举星期三登场 其中以雅加达特区政府首长选举最受关注 710名雅加达合格选民将用选票决定 未来5年谁将管制印尼首都 印尼总统佐科威在投下自己的一票后 也呼吁选民不要因为选举而分裂 根据民调显示竞选雅加达省长的三名候选人中 寻求连任的现任华裔省长中万学当选呼声最高 前教育文化部长阿尼斯居次 接着是前总统苏西诺的儿子亚古斯 政治分析认为这场选战也是2019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 不少分析也提到 如果中万学无法在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50%的选票 就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 而这将对他不利 因为他的两位对手很可能联手作战 威胁他的连任目标 NDP7综合报道